各位大男主義王中華隊列車車輛導賞 今晚出入網線 下一站 盧密雪 姚明在2002年NBA選手的第一名 由上海的鯊魚登陸了美國的猴斯頓火箭 看過一部關於姚明在NBA生涯第一年的紀錄片 The Year of the Yow 這隊攝製隊跟著姚明足足一年 看著他如何適應美國的生活 由球隊 英文 私人生活 到文化 當中有一幕我份外感到興趣的 就是姚明第一次在美國的感恩節 眾所周知 美國人對感恩節是看得很大 實情是比聖誕節大 而且感恩節中其中一道傳統菜式就是火雞 就是紀念當年第一批移民登陸新大陸後 發現到處都是火雞 當時亦感恩覺得自己沒有死 你知道飄洋過海才來到新大陸 所以就殺雞慶祝 從此那一天他們就定為Fansgiving Day 必食的就是火雞 鏡頭看著姚明問他的翻譯Colin 我要怎樣吃 Colin就教他 火雞這麼大隻 你喜歡吃哪個部分就去拿 然後記得要拿點小紅莓醬 因為這樣才配到那些火雞 這一幕我覺得有趣的是 姚明始終是一個好聽話的學生 很專注聆聽Colin的教導 亦反映了 姚明尊重美國文化 初來報道 入到城王廟 除了求籤 還問為什麼要求籤 求籤有什麼好處 真是第一句成為 眾多中國籃球明星登陸 NBA 唯一成功的例子 事實上 食火雞沒有醬汁乾燥燥 其實哎呀 好難吃 所以西人都十分重視這個醬 而且很多時傳統的 都一定是跟小紅莓醬的 為什麼是小紅莓醬 原因和火雞都一樣 小紅莓是美國周到都有 周地都是 加上火雞的肉真是死實實的 加一些鮮甜甜的醬汁 當然容易入口很多 到現在大家是否終於明白 為什麼西人這麼喜歡吃 我們中國人的 山醬壁骨和糖醋排骨呢?